大家好 我是李莫玄 好 现在跟ROFA一起介绍 是在日本的普通厂 购物的流程 还有税 还有这种租赁的合同 费用 像这种的话题 我是天天做在日本的普通厂的交易 所以比较清楚 不过跟台湾比的话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共同 就是让ROFA他比较清楚 所以我帮他一起做这个动画 ROFA有点 谢谢 我是亚洲大致国际国有限公司 其实在台湾买卖的不动产 跟日本的不动产买卖 它的流程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最主要就是说 会有一些名词上面不一样 但事实上它的流程是跟台湾是差不多的 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流程差不多一样是很好的 我简单来说明一下 比方说像各位看一下这个简报上面 你在台湾买卖不动产 你必须要支付的费用就像中介费 那在日本也是一样 那在台湾来讲的话 它中介费的部分是有规定 就是买卖双方加起来不可以超过6% 那么在日本买方来讲的话 它的服务费收费的标准就是 房屋成交价格的3%加6万 外加一个消费的税 对 对 那像其他来讲的话 像产权形态来讲的话 各位如果在投资日本不动产 可能必须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它的土地权益的部分呢 它有一些是这个借地权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要了解一下 当然借地权的产品它价格会比较低 但是保障消费者投资人的权益 你还是必须要注意这个土地权益的重要 那还有就是说像 在日本每个月 你会负担这个大楼的管理费 跟修缮基金 这个是维持这个大楼的资产价值很重要的一环 台湾没有借地权的吗 台湾有 但是它属于地上学 这个是在住家来讲的话 是比较少的 对 对 我很少卖那个日本的借地权的事物 因为我这次解释太困难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在介绍产品 不是本不动产的产品给客户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已经筛选过 做个土地权益四字左右权益 对对对 是的 好 那那么这个是租赁 租赁的部分 再像各位看到这个礼金的部分 离金部分 现在以东京来讲的话是比较没有 TOKYO Roo 对 但是关西地区还是有这一个习惯 就是这个房客他支付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给房东 对 东京也是旧的区 传统的区 对 还有还有很多庙的地方 对 有很多礼金 但是一般差不多都没有了 几乎都没有了 那我想押金跟台湾差不多 大概就一到两个月的房租了 那这个保证人制度 在台湾没有 但是在日本他是有比较少的历史 对对 那企业形态也有一个就是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差别 像台湾来讲的话 一般你房客跟房东租房子 一般都是一到两年的定期期领 但是在日本呢 他分为普通企业跟定期的注定期领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比较保障日本的房客 这个是台湾同志人必须要注意的 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日本以前是只有普通的租赁合同 对 普通的租赁合同是对房客有利 对房主不好 对对 所以就是1992年就开始有这个定期租赁 对 不过可能现在还是差不多百分之一 十到二十 是的 是的 对 东京的市中心已经开始 变成定期了 定期 对 那么这是所得税有关的 好 应该是 对 至于所得税的部分 其实观众可以看到 你只要在日本有收入 在台湾也是一样 你只要有收入 就必须会有这个税金的东西 那台湾 各位可以看一下台湾税率的区间 一般它来讲的话它是分成六个区间 但是在日本它多了一个七个区间 但是税率来讲的话 最低5%到45% 其实跟台湾是一样的 对 那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最低的门槛 比方说你的租金所得 或者你的收入所得 在日并190万以下的话 它课征的税率是5% 但是要知道就是说 它这个所得是以净所得来计算的 净所得 对 对 以租金扣掉所有的成本 扣掉开销 管理费 或者贷房利息等等 净所得来计算 好 差不多一样 差不多一样 对 差不多一样 那我就换个页面 那么就是交易流程 可能跟台湾差不多 是吧 至于交易流程来讲的话 其实也真的是很简单 不是说各位想象那么复杂 因为如果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大概都知道日智时代 所以我们的不动产法规 所以很多跟日本的法规 其实是大途小异的 对 那我简单说一下 如果像你在台湾的话 你买卖房子 它的流程大概就是签约 用印 完税 交互 四个步骤 但是现在很多代数都会把它省略掉 那在日本也是一样 在日本机率也是一样 从你现在开始做购物的咨询 找到适合的产品之后 填写申购书 然后我们就准备做买卖契约书 那如果你没有办贷款的话 没有办贷款的话 我们大约的时间大概三十天左右 就可以交付 所以时间上是很快的 对 那补充一点就是说 会不会很复杂 或者说你要不要准备很多的资料 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如果说你只是很单纯买来做投资用 你不需要办贷款的话 那很简单 你必须要准备就是身份证跟你的护照 很简单 那另外就是户籍成本 户籍成本 那户籍成本一般来讲的话 现在之前都必须要求你要翻译公证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外国人去过本 日本的工程 所以这一个步骤几乎很多都 中间公司会帮你做翻译等等 那如果说你没有要办贷款的话 你是不需要准备硬件证 对 这个是我们的 几乎每个月每个月都在做一个十字的贷款 对 所以很简单的 对 好像很多一样 日本、台湾、糖果 有三个 都有很多的共同的 对 很容易的 最后一个话题是日本买卖 还有出租自由时 还有出售时 有什么种税 还有费用这方面 日本和台湾有什么共同 有什么不同 OK 那这个部分呢 我想 这个也是投资人 比较想要了解的一个部分 那很简单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在买的时候 你必须要产生哪一些费用 其实这些费用 跟台湾都差不多 差不多 那真的 确实就是说 它是名词上面不一样 你要说 我刚才提到的中介服务费 因为你透过中介公司买房子 你一定要付中介费 那另外呢就是印划税 还有就是说像登陆 日本叫做登陆免许税 那在台湾来讲的话 就搜紧移转归费 然后贷书费 另外就是说 像你有时候你可能要办火灾地震前 保障你的产品的一个价值 那另外就是说 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 不动产取得税 那不动产取得税 相当于台湾的契税 契税 契税 所以我跟大家讲 名称不一样 那这不动产取得比较特殊一点 就是说它是在过户之后 对 八个月六个月以后 以后你才会收到这个税贷 到时候你再拿那个税贷去缴纳就可以了 对 那好 买了之后 你很在意的就是说 你在持有的期间 你有必须要负担什么样的用 一般来讲的话像 房子因为你在日本 你没有纳税管理人 所以你必须要找当地的这个管理公司 帮你做房子管理 那管理的费用呢 一般它是租金 租金的比方来计算 那有些中介公司 管理公司的收入就会更低 那这个是看管理公司 那另外说 你每个月你要负担大的管理费 跟修善经济金 都一样 那像你每一年 你五六月份的时候 就像台湾的 你每年你持有自己的住宅 你还是要讲房屋税 跟地价税 那所以这个 固定资产税 跟都市计划税 就是房屋税 跟地价税 所以意思是一样的 对意思是一样的 那 对 所以刚刚讲到 基本上这个税金的部分 持有期间的税金的部分 基本上是一样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那另外就是 你房子在卖掉的时候 那像台湾 我们在台湾 房子都卖掉 你还是必须要讲 土地增值税 因为涨价归工 那财产交易所得税 那现在呢 政府为了抑制房价 房地合一税 这个是对 可以这个 投资的比较有 对 台湾有 对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说说 在日本 你取得不动产 你房子要卖掉之后呢 一定会有一个资本益 就是让渡所得税 那可以看 五年之内呢 五年之内 如果你不是非 你是非居住民的话 那你的让渡所得税 是三十八 是的 所在税是日本的国税 所以大致都要付 或者是住民税 像我这种 住在日本 登记的人 才付 所以台湾投资人 不需要 不需要负担这个费用 对 所以你持有期间 在五年以内的话 是三十八 才是以尽所得来计算 那相同的 你持有期间越长 你要搅着税金 就越少 四十五 对 是这个意思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跟台湾 其实没有相对 没有相对 很简单 很容易 很容易 所以很欢迎你们 来到国内 咨询日本的法律 没有错 没有错 好 谢谢盧先生 谢谢